我们这边打了要领 我们打了要领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是 重座患者我们不收 生活不能治理的 我们也不收 走路走不了了 生活不能治理的 这不是医院 这只能够隔离点 出事没有任何人对付责 我们也当不起做的责任 这只能够隔离点啊 跟大家说 强调过很多遍 这不是医院 你难道就只能在里面安心心的进行隔离 而且不能出来 那我如果说 如果说我妈妈要打这么多晚点 那你解释了 因为我们这没有任何一些救助设备 所以你这边 你这要考虑清楚 要吃完就晚点 要吃完就晚点 要吃完只能为家属 给里面的护士医生联系 来送 这不是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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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接到通知 这是医院的 这不是医院的 这不是医院的 这不是医院的医院的医院 我只是问了我这个医院 会明白不 大叔 就是说我们这里面 我对你讲这 我不要告诉你 你没有说这个党医院 这里面没有 医院的医院 医院是有刀了 当时他有一些设备都没有 知道吧 他就有个处理设备 会休省 他出了吗 对对 你现在 你现在 一般的党医院 是什么都没有 最主要 最主要一点 就是说这里你进来 就不要再出来了 避免进去 你先交代杆 加入也是一样的 不要进来 但是这边就可能一点 如果说接受不了 你们这边就可以回家自己进去 可以 这是怕了个 怕感染 他就这个 什么时候 来来来 第二个 第二个 这边